喂 花 110年的副政教授最終開始 首先我們請我們當創議的代表市長 我們掌聲歡迎台北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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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蔡主任 副市長有幫忙盞到王府主任 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贵宾 我们有松山社区大学 我们的蔡博士 还有刚刚我看到的 我们两位很好经常来协助我们的 师大的我们的张教授 我的本家 还有看到林教授 教授的老师 背后非常大 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热灵的 社区大学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谢谢 这个下午上后都会比较辛苦 那么首先我在这里要代表 我们林佑昌民事长 要感谢大家 那么抽空人来参与今天的一个活动 那么昨天下午 我才接到市长这里的通知 本来市长要亲自到县长来感谢大家 那么聆听 今天大家对于这个中生教育的这个区块 怎么样的来做会比较好 那么如何来推动 会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大学的业务 包括热灵的一个工作 能推展得更顺利 因为他从就任到现在两个礼拜 每天工作都到十一二点 都到凌晨 可以想见他基于进入情况 希望让我们的市值的推动能更顺利 在过去落后的能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赌回来 那么因为时间的一个因素 他没有办法找分身 所以说特别交代我 来这里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在过去呢 长期来协助基隆市政府 推动这个中生教育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生教育 中生学习 是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那过去呢 我们中生教育这个领域 在大家的一个帮忙 尤其是我们有很多位的我们的教授 我们的博士 我们的校长来协助我们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的这个中生教育 包括社区大学的这个评比 在全国的这个考核评比当中 都是名列尊诱的 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多的奖金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各位好朋友 各位前辈 大家共同的努力 来推动这个领域 那么今天早上有一个专题讲座 那么下午就要借这个时间 要见证大家的一个经验 跟大家保贵的一个 过去保贵的推动这个 工作的一个经验 那么大家来研究一下 未来怎么样子再来推动 这一个领域 如何来推展 有没有很好的一个策略 我相信在我们新市长的一个领导之下 基隆一定会改变 我们都知道市长就任之后 包括他在就任之前 他都希望说 基隆能拟拖掌 所有的市政团队呢 现在都准备好了 上井花条 那么当然要见证各位 持续的来协助基隆市政 持续来协助市长推动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这个领域 那么我想今天的时间非常宝贵 在这里我再次要代表市长 非常由衷的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期盼将来还有机会 我们来共同合作 只要有各位如果有构想有理想 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不立指教 我们希望基隆市的这个终身学习这个领域 好 我们还要更好 谢谢大家 那么在这里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活动 非常顺利 非常圆满 如果有任何好的一个构想 或者是各位呢 有相关的一个建议 直接找我 或者是找不到我 我们的女助长 还有我们的执行长和我们校长 随时呢共和各位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